大家好 欢迎港节时间 收看我们新北新闻王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到的 则是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 来看戏指秀风高中 6号上午举行了盛大的毕业典礼 地方师生也都到场祝福勉励 令人感动的是 今年有位毕业生比较特别 他的名字叫瑞瑞 虽然有老化症 以他的年龄算起来超过有百岁 但是瑞瑞相当的认真 每天都上学读书从不缺席 当地人也获得了品学兼优奖 从来宾的手上 接下市长奖 局长奖等等 接着也从校长的手中 接下毕业证书 这代表着他们就要 步出校园展开另一段学习里程 大大的旭丰高中体育馆 6号当天挤满了人 除了毕业生 还包括了在校生及家长 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市议员廖先祥 张景豪 白佩卢等 多位民意代表也到场 给予勉励和祝福 那很期待我们的同学 在这样一个大学的期间 好好的玩 不要做事这一个 人生非常美好的 一个黄金时段 那同时也希望同学 不要忘了我们 还是一个学生的本分 我充分的学习 那未来希望说 大家都能够以我们 秀风高中为榮 出去到大学 到研究所 各个领域 我们都要以我们细致的秀风高中为榮 在此领利大家 也期许所有的同学 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无断的厚厚探索 找到资产兴趣 足够踏实实现自我价值的 让这个共享 都可以实现 包括国中部级高中部学生 齐聚一堂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这位国中毕业生瑞瑞 患有早衰症16岁的她 因为成长比一般人快八倍 所以她的年龄已经108岁了 再加上有节地组织异常 骨质疏松 现在都要靠辅剧或是轮椅代步 但她还是坚持每天上学 认真学习 也获颁品学兼优奖 然后进来秀丰到现在 终于要毕业了 三年了 她每天 没有一天缺席的 对 然后今天是她的毕业典礼 陈品瑞 你没有打招呼 你说嗨 嗨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获奖的同学 有一个很特别的学生 我们都叫她瑞瑞 她其实是一个老化症的同学 她今年虽然是只有15岁 可是如果按照她的年龄来讲 她其实是一百多岁的人瑞儿 但是她非常的勇敢 那我想未来离开这学校之后 我们还是祝福她 未来的人生呢 都是亮丽的人生 瑞瑞来到秀丰高中就读专属班 集中式的特教班 三年努力上学 尽管手没有办法写字 也一样努力学习 这次开席能够毕业 也打算就读吉隆特殊学校 继续人生立断学习旅程 这层慧玲希子采访报道